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蜜蜂这样的花粉和种子传播媒介从地球上消失 人类将失去现有的四分之三的粮食 除了粮食 野外的开花植物也有九成会消失不见 这样一听 蜜蜂的角色可说是至关重要 但是这几十年来 因为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等原因 导致蜜蜂的数量是越来越少了 美国总统奥巴马早前还亲自下令成立了政府的特别小组 专门为蜜蜂进行保育工作 而且还会拨出国家预算的五千万元 世界各国近几年也掀起了一股蜜蜂保育的浪潮 在欧洲还有学者专门研究蜜蜂的交配过程 了解怎么帮助它们继续繁殖下去 今天的主演天下我们就一起去了解一下 蜜蜂是生态环境不可或缺的重要一员 它们能成功繁衍 保持生态平衡 对整个生态系统至关重要 德国的科学家发现蜜蜂在交配前 母蜂会选择交配的对象 而公蜂在交配前会通过振动的方式 向母蜂传递信息 包括自己的来源地等等 专家也指出 公蜂其实是通过肌肉的收缩来制造振动 当母蜂知道这只公蜂和自己来自同个发源地才会进行交配 而且振动的越久 获得母蜂青睐成功交配的几率就越高 学者说这个知识对于蜜蜂保育来说十分重要 因为蜜蜂就是通过这样一代接一代地建立起地方性的特点 让它们在本土生态环境里的生存能力越来越强 欧盟一项研究就发现 欧洲各国都出现了蜜蜂大量死亡的现象 在法国 2013年到2014年蜜蜂数量锐减了23% 德国是9% 意大利则是5% 其中最严重的情况在英国 2012年到2013年蜜蜂大大减少了34% 如果这个情况继续下去将对欧洲农业带来一定的影响 欧洲科学家因此研发出了一种系统 它们可以追踪一个蜂巢的健康状况 一旦察觉到蜂巢蜜蜂数量减少 就可以及时地做出补救的措施 在意大利北部的特伦托这座历史悠久的城市 这名意大利的昆虫学家成功研发出一个系统 能有效地计算进出蜂巢的蜜蜂数量 这名昆虫学家保罗说 蜜蜂对周遭的环境十分敏感 周围环境只要出现小小改变就会影响蜂巢情况 专家说多达九成的开花植物 都是由蜜蜂采集花蜜来传播花粉 保罗和团队研发出的这个蜜蜂追踪系统 在蜜蜂巢上的14个孔洞 每次只能让一只蜜蜂经过 每经过一次就会产生一次磁场反应 系统也会记录当时的天气数据 还有蜂巢内部的温度以及重量等等 最后这些数据都会上载到云端数据库 方便监督 这样的系统一个售价990美元 可以同时监督多达15个蜂巢的状况 专家也说蜜蜂数量的减少是很多因素造成的 因此只有对蜂巢的所有情况都清楚掌握 才能够更好地分析蜜蜂数量减少的原因 并找出对策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播放到这里 感谢您收看晨光第一线 如果您想重温我们的节目 可以到我们的Facebook网页 或者浏览发频道 新闻及时事节目网站 以及下载我们的应用程序 我是杨振华 明天我们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